阿妹 这周开始 我们要进入神并定的路 诚心的生活 与小孩的寄集 好像这个题目 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态 你看我们堕落的人啊 就是啊 容易忘记的人 知道了前面又忘记了后面 所以是要借着神的话 不断地来提醒我 这是到神命定的路 诚心的生活 讲到神命定的路啊 就是说你不赎请这条路啊 你就没有命了 这条路是神的命定 而且对呀 我们这个早上是很重要的 刚刚弟兄弟也讲说 一日之计在一起 那我们也常说 早起的鸟儿一有从之 你晚起的话 从就变其他的鸟吃光啊 所以啊 早起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早上六点到七点 我看连长的啊 都是相当有人早起的习惯 但是那边早起都不是为主的话 像我们建村那边 有一些早起的啊 也容易被抢劫 没有那样子起来 所以啊 所以啊 我们早起啊 还是啊 要先见神的面 所以诗篇五十一篇 那你可以看到啊 说不要丢弃我 离开你的面 所以在做事的人 这五十一篇是大卫所做的悔改师 大卫谋杀了什么 乌利 多长了他的七处啊 所以啊 早晨啊 我们一定要先见神的面 我们若没有见神的面啊 你就失去了一切 所以要来我们这些七处 先从成心生活开始 因为成心生活 也影响你的小孩 你如果一天的生活 都没有见到成心 你就会湮灭黑暗 你的小孩就到最后会变倒排 所以啊 成心很重要 关心到后续 我们就给小孩的实行 所以我们要操练要早起 早上一睁开眼 不懂一百日九边做出的人讲的 他将眼睁开在那边 就在思想莫想神的话 当然我们早上起来 就应该要先见神的面 怎么见神的面呢 我们要叫做 不求主啊 那为什么 道獨主啊 所以赵卫为我们做出了这个 就是啊 那个成心 那个周姓很好 那后面 后面还有英文的人 对不对 如果你摆在你的船头上 你可以啊 就享受了一两件 先呼求主 呼求主就叫我们啊 把我们带到神的面 然后啊 在导读一些话 目楼为什么身体那么健康呢 对 他就是操练导 导读就正在操练我们的灵 阿们 如果神的话告诉我们 操练身体硬处还少吧 如果操练云 有今生跟来生的硬处 所以操练云太重要了 来说到这里 像我姐妹啊 都是很注重早餐的 早餐要吃国王 中午的话就是出王子就好了 晚上要吃乞丐 我想我们尊医生的姐妹 是不是这样啊 没有 她是不是要相反 她辛苦了 因为我几次到美国去啊 这些医生护士 早餐最重要 那同样啊 我们早晨啊 那个属灵的早餐啊 影响你一天的生活 那我觉得我昨天 今天预备了啊 这个诚心的生活这一本 另外 诗篇这里啊 昨天在准备这个诚心 就觉得 诚心生活啊 若是要坚强稳固 有享受啊 我想这个事情跟你 这个人 早上我们明天讲 这个人很有关 当我昨天在预备这个诗篇 特别 49到51篇 就着在基督里 对神的享受啊 受到三类的人 这三类的人的影响啊 你的早餐啊 是不是有没有被这位 士灵的基督来充满 很有关系 他说你第一类的人啊 就是49篇那里讲到 就是依靠自己的 财货跟钱财的人 就是嘛 这个主要是 说到 代表的是依靠 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 如果你早上起来 没有想到神的面 没有想到神 你只要想到 基督以外的一切事物 他说我们如果依靠 这样的东西啊 我们就无分于神的家 照备 或在他的城 国度里 在基督里 对神的享受 所以早上一睁开眼 我们要先见神的面 我们要先见神的面 然后啊 再见人的面 再见姐妹的面 姐妹不要发现我今天面 已经要好一点了 今天早上要先见神的面 阿妹 阿妹 讲到 第二列就是五十篇讲的 第二列就是五十篇讲的 要按着主的约来呼求他们 阿妹 早上睁开也没有先呼求主啊 阿妹 那这太重要了 我们要呼求主 主对一些呼求的人是豐富的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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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从啊大卫一样在那里 哭拒 第三列是五十一篇 讲到第三列的人 就是大卫王他向神 悔改认罪 被求神的决见 多辨 这三类的人是有分别的 第一类的人 因为他一早上起来 只有注重神以外的输入 这一类的人 就不顾你在基督里对神的享受 这个太重要了 一睁开眼 对不对 也不要想到才能这样处长 一些见神的面 这样的话 你就是一个 在基督里对神有享受的 若不是这样的话 你就无分离神的享受 然后第二类的人不错 他有分离呼求主民 有分离这个神的薰烟 他是有分离神的享受 什么时候呼求主民 就把神以外的数物 把我们集中在主的身上 就是把主摆第一 以后面的理由才算数 如果把其他以外的数物摆第一 以后面都是空的 那第三类的人就是 完美有分离在基督里对神的享受 所以大卫你给我们看到 为什么 在大卫悔改私底 我随便看到 你看 大卫向神悔改并认罪 大卫所用的动作 有图谋 有洗涤 有洁净 有洁净 洁净 此名他的悔改跟任劫是彻底的 他的求是 赦免是真实的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导独啊 你看这个就是导独啊 你能够 你能够有这样的话 就是把对神的话已经有进入了 这样的话对神的话就有完全的享受 所以我们对神的话 你要溜冰是不是就过去了 跟大卫一样 主啊 这一天我交给你 赦免我 而且决心我 叫我这一天 一定有亲密的关系 这一天用你的灵 来充满我 用你的话 你的慷慕 人性成立一切的慷慕来充满我 叫我这一天 能够满了动力 满了活力 能够为着你的金额 早上不一定像我练那么多 至少主啊 我这一天交给你就不错了 不要交给神以外的事物 我想我们在一天的开始 能够这样 操练 至少能够做第二列第三列 能够呼求主的你 导独主的话 一定会对神性的一个完全享受的人 当然在生活中的操练实情 我们需要 个人你要有个根的生活 你如果没有根的生活啊 最近有那个什么 医树人啊 他们到处都到学校去看看 树有没有怎么样 你看他那个树有一些长得好的 就说邁当就根 他有扩展的地方 那有一些就树长得不好了 他就用一些什么 把那个树的座椅给他围起来啦 用泥土 用那个水泥什么给他 控起来啊 结果他就根没有办法延伸 所以这个树都会死掉 就说到啊 我们整天生活很重要 比如说一天的生活 让神以外的树 肤满了你的周遭 甚至进到你的心里面啊 我定会你的 基督的属灵生命是否绝对掌握 所以我们需要 去做呼求主 享受主的话 那这个根能够多多扩展 这个树就会长得好 你属于生命就会长得好 然后我们再来说这个小孩的话 因为这个小孩 是满了复兴的 满了气